嗨,What's up,这里是喜欢耳机的root 在这一期视频中,我们将来到工艺设计师申泽之人 与他创立的品牌,郑富林 众所周知,申泽之人以他的无一式设计而闻名 在这个设计概念下,他设计出了犹如墙面装饰的壁挂式CD机 只需轻轻一拉即可享受美妙的音乐 这款CD机从上世纪90年代推出 直到今天依旧是MUJI最长销的单品之一 还有这个改变了许多人放钥匙习惯的多功能台灯 以及这把仅仅些许改变就感动了无数人的雨伞 申泽之人的设计就是这样 将自己的灵感交无声器的融入到产品中 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感受到这种差到好处的细节 在2003年,申泽之人以Jazz Wright为基因 在日本创立的生活电器品牌郑富林 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希望这个品牌所有的产品 都能够做到可以无感知的融入生活 不用被所有的流行驱使所羁绊 更不用为一件工具来改变人们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 让每一个为生活而设计出来的产品都可以互相协调彼此的存在 也可以为家营造出单纯的舒适感 截止到目前,郑富林已推出的舒适款家用生活电器产品 在日本、韩国甚至是国内深受大家的追捧 几乎每一款都能够获得设计类的奖项 如融合了2019 RF设计奖的空气净化器 其连感就源自东方的传统竹篮 360度的螺旋撞轻风循环设计为空气找到了一种优雅的形状 还有这款在2012年获得的日本GoodDesign设计大奖取暖器 对于复古电视的轮廓 覆盖上了乳白色的外壳可以上下左右多方向调节的设计 让房间的每一处都能够感受到温度 而在郑富林所有的产品中 人气最高的则是获得过2015年得过RF设计金奖的Y010无线吸尘器 整体机身并没有像大多数品牌那样 选择具有科技感的复杂造型 而出于品牌其他单品一样 只用简单纯色的细腻抹杀来包裹 结实的环形把手从机身的最上方开始 让线条黄黄的过渡到全部的整体 没有复杂的功能也无需繁琐的操作 整个吸尘器只有唯一的一颗按钮 使用的时候按一次 使用完毕再按一次 这也是品牌一直所强调的恰到好处的美学主张 当然这个看似简单的机身其实还内涵许多我们看不到的功能 例如近一小时的续航时间让我们无需频繁的充电 而其他品牌特别强调的除买功能 在Y010上也只是一项默认的基础能力 还有简易攻击的轻量机身 低分贝的降噪设计等等 这些看不到的考虑 都是每一件郑福林产品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在郑福林的美学主张力 特技应当与空间和自然并存 去除掉那些略显雷坠的元素 只保留产品最原始的需求 功能足够的简单也足够的实际 而产品本身也不只是一件件单独存在的工具 而是以恰当好处的角色融入到空间中 同时我还很喜欢郑福林官网介绍中的一句话 我们希望可以为消费者找到欲望冲动的平衡点 更希望成为美好生活的出发点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家居设计的想法和建议 欢迎分享你的见解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那我们下期见